好 好友之間互相打打鬧鬧開開玩笑 這是在所難免的嘛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小心開了一個玩笑之後 直接大爆氣走心離場 對 有些人真的很玻璃心耶 你知道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禮拜四要錄影 然後禮拜五休息 然後禮拜六又要錄 對 然後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在禮拜五打嗝 我說 你要不要來那個 出來喝個酒什麼的 我說不行 我們明天要錄影 他說 他比我還氣 我說 我說你幹嘛這麼兇 這麼氣 我說是我要去工作 又是你要去工作 他說我聽了一句煩 然後就溫泉 所以就溫泉影響我的心情 然後我就已經有一點不爽 活已經上來了 然後最後他就說 你懂不懂什麼叫享受人生 說走就走 一天到晚只會轉成什麼 然後他最後講了一句話 把我惹嘛 他說 你看看那一身同臭味 真的 真的 好羨慕喔 好羨慕 好羨慕喔 我沒有這麼會弄耶 這怎麼弄啦 我都是發票位 對啊 怎麼弄 我都是發票位 發票位比同臭味好吧 誰要同臭味 很重 然後這句話就把我那個 整個這樣哭 爆掉 然後我就說 我好想聽你罵髒話 然後他就那個 他就不敢惹我 大概兩到三天 好笑 所以就是朋友之間的底線 大家都以為是可以 但有時候 因為我後來有聽到他說 同臭味 然後有 隱約聽到這樣 然後已經來不 他應該是要開玩笑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收回去 對 我已經就是在氣起來 好 所以今天就來得到現場 是兩組好朋友 他們都有曾經 有一些小誤會 然後今天我們右邊 也有我們的調解員 對 歡迎三位 Hag Faby跟章魚 你們應該不是容易走心的人吧 我們不容易 但是我還滿愛開玩笑 所以我都不知道會不會不小心 不是那種Drama 譬如說他那天哪個心情不好 是我的口頭殘 就很常會講說 白癡喔 就明明沒有什麼 但我只是開玩笑說白癡喔 但是有的時候是 沒有任何意義的 有些人不喜歡被罵白癡 然後有的時候 跟朋友一定是 他如果為了這件事情神經 那就可能他那天心情不好 可是我可能到公司 我同事跟我講什麼 說白癡喔 那不行 可是我不是心情不好的講 可是我擔心我會冒犯到別人 你那不是真正的朋友啦 就是比較淺 交得比較淺 太LOW的朋友 那個不要這樣 不是LOW的朋友 就是交集的 沒有到這麼深入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白癡喔 就生氣有點嚴重 而且他語氣都是那種開玩笑的 白癡喔 你後那天跟你吵架那個朋友 你後來也在理他嗎 馬上和好啊 對 真的好朋友喔 對 但是有時候我還是會開玩笑 譬如說有一次我前男友 我在他家 然後跟他室友聊天 我想幫他室友介紹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他室友就說 可是你那女生朋友 好像跟我沒有什麼話題聊 我說你看我跟我男朋友 我們也沒話題聊 他說區塊鏈 我做美妝 我沒有什麼好聊的 然後我男朋友在那個房間 聽到這句話 他就整整氣一整晚 我們兩個沒話聊 這個也算玩笑嗎 沒話聊 我還是願意待在你身邊啊 對啊 所以就是很容易 我不知道誰會因為什麼點 容易生氣 所以我這個 我身為調解員的話 我自己會說我完全沒錯 所以他太太成氣了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一些詞 很容易激怒別人 比如說那個有生過小孩的女生 如果他維持得很好 對 然後你看他玩笑說 你是很漂亮地方媽媽 OK喔 地方媽媽 對 這個詞我覺得 所以你看地方媽媽 你會抓謊是不是 我會抓謊 我內心就會翻白眼 翻了八詞 為什麼地方媽媽會成氣 因為地方媽媽就感覺 是那種即可 是貶義詞啊 結果人家名看起來 像少女或小姐 然後你就說她是地方媽媽 那區域媽媽就比較好 區域媽媽就比較好 你是很漂亮 區域媽媽 有要區域的 你比較好嗎 然後如果說 還是叫地方媽媽 你這是一個好媽媽 可不可以 可以耶 就不要講到是什麼媽媽 不要有那個 就是地方這個詞 對 就好媽媽可以 但如果是要追那個女生 我覺得不要講地方媽媽 我是聽過很多那種 三十歲的女生 都會抱怨說什麼 怎麼辦 我現在還單身 我會不會嫁不出去 然後聽到就會覺得 她就反諷對不對 不是 她是自己真的在講她的反諷 是真的 可是我已經三十五歲了 我還是沒有結婚 然後我就會覺得 結婚這樣 我覺得她在嗆我你知道嗎 她沒有那個意思 她就講那個反話 那個是反話 她就是 她就希望你聽人家講說 你哪有老 你現在才三 她就想聽這個 對 但是我那邊聽到覺得好 你聽到這種反諷 你就要給她 這個還賺下去 而且她真的長得很露 瑪利歐 又不該妳的訊息 你再幾種氣 太好 情緒高漲 對 像我之前就是 我覺得我前男友 他很喜歡亂開玩笑 可是他不會拿捏分寸 他有一次就是 我當時在我爸爸的公司工作 然後他有同事 那個也是我同事 可是那個同事 就跟我爸差不多都年紀了 所以我叫他叔叔 結果那叔叔 就有一次跟我在吃午餐 他說 妹妹 晚上要不要找你男朋友 一起出來吃個飯 給叔叔認識一下 叔叔幫你看一下這個男生 我說好啊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讓叔叔 直接跟他對話 然後我就聽擴音 然後那個叔叔就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 喂 我是丁祖信 他把我爸的名字講出來 他 我男朋友竟然想說 要跟叔叔開玩笑 然後就說 我是丁祖信 然後騙他說他是你爸 對 他就開玩笑 他想要跟這個叔叔 拉近關係 然後他就開了一個 很低能的玩笑 然後叔叔直接立刻變臉 然後一句話不說 手機還給我 然後我就很尷尬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他說沒有 我就開個玩笑而已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 算了 你剛剛那個白眼又白不起來了 你不要 你沒辦法詮釋這個東西 就不要犯 對 為什麼又打了什麼 你就會覺得 這人怎麼可以 這麼白目 怎麼可以開這種 拿我爸的名字開玩笑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這種玩笑一開下去 整個不可能了 這輩子不可能相見了 將掉了 對 所以有些人真的 那個開玩笑的分寸 真的 很不會拿 好 那我們要聽一下 兩對的故事 到底是你們太愛走心 還是你們玩笑不會開 他那一天是這樣 其實生日那一天 我那一天生日 他很好心 就是其實 他給我燉了一個豬腳 他那個豬腳 其實你覺得不怎麼樣 那是因為他一大早 六點多鐘他去市場 去找市幫我買了 他說是一個賤 我覺得我講比較有公信力 你也在 因為潘老師生日 然後我們大家就要給他一個驚喜 可是譬如說 如果今天S姐你生日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送東西給你 因為你根本就不缺 任何的東西 誰講的 可是潘老師每次送的東西都很好 對 可是我就說 沒有 我覺得 就是他最對我來做才是棒 就是什麼燉牛 心 對 他的物質生活是已經到高規了 那你說我要送潘老師什麼東西 他才會高興 可是我覺得 他很喜歡吃我做的東西 做的菜 我就特別去買了豬腳 然後在前幾天 我們一起錄影 我就說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就 因為他以前 他女兒喜歡吃豬舌 滷豬舌 我都是 他會弄 而且是還沒有冷凍 我就送到你家去 我說趕快去吃 趕快吃 然後我就說他生日之後 他不知道我會參加他的派對 後來我就帶了 我滷了豬腳 滷湯兩大包 因為我也是一起滷 我也可以吃一點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我好好真心為你滷的豬腳 你卻 因為也許當天他收到太多東西 然後他就說 那瑪莉歐 我說 老師這是我幫你滷的豬腳 他都還沒有吃 然後就 拿了其中一包說 就送給他的學生 一個高 比較年紀大的 一個八十五歲的奶奶 我說 還好吧 對 但是我跟你講重點來了 他不知道那個內容 因為他給了我那兩包東西 你一包有留著嗎 一包留著 三包乳湯跟豬腳 奶奶我知道 那個是我班上那個阿嬤那個 八十五歲 他是我是乾媽 他把我當乾兒子這樣 所以他對我很疼我 我知道他很喜歡吃豬腳 喜歡吃豬腳 我想說他給了我兩包 我說阿嬤 就給了一包給他 讓他帶回去吃 我說這個真的好好吃 他開始 他翻臉了 我沒有說我不吃 但是另外一包還在我那兒 只是他沒有看到 他直接說我媽那麼早 我可以豬腳給你 他當場罵你喔 沒有 我沒有這樣 他臉很臭 我就說 你要送他喔 他非常生氣 他那一包蛋糕吃掉三分之二 你私底下送可以 不要在你面前 所以在我面前 不是 他在你面前送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跟那個奶奶說 這是你煮的很好吃 對 我跟他講 他已經讓我吃 而且他 我那次在西餐廳裡面吃牛肉 他叫我先把豬腳拿出來 先吃一口給他看 我怎麼吃 請問一下 可是我覺得可以生氣耶 我沒有說什麼 因為你做 你是為了 他是為了你做的 然後那個在從採買到做的 那個心意都是想著你 可是你直接送給別人的時候 你送一包而已 對 我就是一包 因為他給了我兩包 而且潘老師剛剛說 我就分一包給奶奶吃 就是這樣 這個行為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馬哥 我知道他啦 我知道他的心啦 我是覺得有點 我這麼心血幫你做的 你就這樣送 你現在就送掉了 他等於有點想把我 贊為獨有那種 他很怕 我跟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一直會有那種心態 我們兩個就有一次 我們為了要騎車 我們兩個要騎車出去買菜 我們永遠要出去吃 我說我們今天去南面市場買菜 他說好 那你過來接我 我說你從景美到南面市場 羅斯福魯比我還近 我從內湖要到南面市場 我還去接你幹嘛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不想騎車 而且天氣又冷了 因為那天下雨啊 對 他就說他不想 那我說好 我就說那不然我去接 可是我現在想說 你那邊那麼近 他就是不願意出來 他說你現在那你乾脆去幫我買 我就有點生氣了 他就連去都不去了 對 他連去都不去了 我們把他傳雨衣去 對 他就覺得 而且老師 你要把事情講得完整 是因為 不是 是你要買的嗎 不要 我那天先吃掉跟他講說 我們兩個要去買菜 你要不要 到底這是要買鞋的菜 買辣肉 我們要煮湯的辣肉 他說我也可以去教一下 是你的湯嗎 我的湯跟他的湯也會煮 可是重點是 我們先講 重點是他有要買嗎 有 他也有 用鞋子嗎 現在還沒講說 沒有 沒辦法 我剛剛講 我後來就覺得說 如果好 那我去買 那你不來 沒關心 主要是因為 我不願意去接他 他說他那天懶得去騎車 我先講說算了 我也就幫他買了一道回去 然後後來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個新聞 有一個Uber E 送Uber E的 從後面一刀 當場就 你看那個新聞 就當場就掛掉了 我那時候心裡面感觸很多 我先想說 人生就真的兩個字 就是無常 對 你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 不管到任何地方 他只要打車 老師你來接我 我就一定去接他 而且我 你不是騎腳踏車嗎 摩托車 摩托車 對 你不讓他坐後面幫你擋是不是 對啊 萬一沒有什麼狀態去找 我就叫他坐後面 我就願意去接 沒有那麼多敵人嗎 不是 也沒有那麼 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對這個朋友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那個 捅你的人耶 那種感覺 他坐在你後面 我怎麼先捅你了 那沒關係 捅在我哥們的這個手下 我OK 我過了去 手來 我跟你講 我對他是無視的 沒有話說 你去問圈內所有人 他殺你 你OK喔 他要殺我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他可能沒吃飽或者幹嘛 因為他 你為什麼把我的 桌腳送別人 他這輩子 你知道他這輩子 就是太過於 你知道那種感覺 我覺得自己很微不知道 他很珍惜每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你對 不管怎麼做你現在 不管你也是一個 身分地位的人 所以你目前的工作能力 你可以讓你的老婆 跟小孩吃得很好 對 為什麼不這樣做 上禮拜我們去錄影 我們兩個同時錄 錄一個節目完的時候 中午12點鐘 一點多鐘了 他爸爸帶了兩個便當走 我想說沒關係 中午你沒事 你就帶回去 他說我現在帶回去幹嘛 他說我帶回去 我煮給老婆小孩吃 我煮鹹粥不行嗎 對 那我覺得說 其實你這個時間 可以帶著老婆小孩 一起出來吃 給他們吃個好的 因為天氣很冷 吃個火鍋好不好 那個太貴了 我帶回去給他們吃 我說你老婆小孩 可以吃好一點 你自己吃便當就算了 他不要 我就說硬打電話給他老婆 說來 那個誰 恩欣 你要不要吃回來 恩欣說好 老師 我好想跟你們出來吃飯 幾歲 他老婆 小孩啦 老婆跟小孩 小孩是五歲 五歲 就帶出來吃火鍋 那天我請他們吃火鍋 他老婆吃得好開心 什麼什麼 他們不是很久沒有出來吃飯了是不是 對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你不能帶 你找出美巴掌 你找出美巴掌 你不是負責 你不是負責 你不是負責特級好了 沒有 你不是負責特級 對 你要負責 走心了對不對 對 像降降火 不是因為 他講的 他老婆小孩就是 他封鎖他老婆跟小孩 不給他們吃外面的食物 對 因為不是封鎖 因為我覺得你審 你審 我就在那邊 講了一個道理給他聽 我說你真的審沒有關係 你對自己摳一點 OK 但你對老婆小孩好一點 五歲很需要吃好的吧 對 你老婆還光講的 所以那天在吃飯的同時 如果是真的是 我就跟他老婆說 恩欣你下次真的 你買什麼東西或什麼東西 如果今天瑪莉又不給你的話 你跟我講 我給你 雖然他女兒是骨瘦如柴嗎 也 也不會 滿高的 長得很好 對啊 對 他但是我是 我是一直覺得 他長得很好 不是 給他吃好一點 我給你一個抬腳 我女兒現在在插館 對 然後很棒 別講了 你很疼 害得我很疼 太重了 我很疼他女兒啊 我不會騙你 潘老師其實很疼我 然後其實我 如果說我們這樣比例來講 我吃潘老師吃了大概一萬塊 潘老師只吃我一千 就是這個比例 因為以收入來講 平均來講 我吃老師的太多了 那老師 所以 所以老師他只要對於我 有任何小小的要求 我基本上盡全力的去滿足他 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我們的Line的 整個對話讓你們看 如果你們讓我看 很疼嗎 他今天早上只問我 就是我們 我從來沒有刪過 我跟潘老師的Line 從來沒有刪過 你是想說以後再告別吃 很難認真來嗎 不是 潘老師 所以 潘老師 謝謝你的什麼什麼 潘老師今天早上就說 他說 兄弟 你今天會去買乾麵嗎 突然間就挑一句 我說 我就跟他 我知道他想吃乾麵 我就說老師 你想吃 我就去買 你知道是哪一家是不是 大家家旁邊 就是我們家旁邊那一家 你只要我覺得 我能夠為你做的就這麼多 對 所以我會盡全力 所以你今天有吃到乾麵 目前還沒有 在秀醫室 秀醫室裡面 對 那你真的會不會要付出 因為他對我非常非常地好 這才是 這才是哥們 我有跟他講過說 從我們認識的那天行 我有好的一天 絕對有他 潘老師的毛 其實你知道怎麼摸 你就知道 跟他基本上不會吵架 你不要去否定他的東西 不要去否定他 你以為你講一句話 把他惹毛看看 譬如說 就是說他跳的那個舞 你說這個還好 其實他會不高興 他說那你跳個好的給我看 你其實 這個還好啦 就是 然後你不要講到 上次就是上次我們講 他騎車乾靠三字經 那是真的 我也嚇到了 他說你不要說 你是不是能力 你是不是體力不行 對 你不要否定這些東西 其實他就會講 他今天就是我也嚇到 我說怎麼會罵三字經 潘老師嘴巴從來 我其實 我的 我覺得我的格局是蠻大的 而且我的壓力 其實基本上也會 很有那個分量 因為我都到這個年紀了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哇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